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所建立的一个非常简陋的设施 但这个简陋的设施却有他自己的精议 因为神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 不是重建摩西慧玉目 又不是重建所洛门的殿 没错神会重建祂的圣殿 不过不是重建所洛门的殿 因为神的圣殿在以色列书给我们看见 祂是以另一个样式去重建的 但唯独我们知道大卫汇幕要从古时一样 原因不是大卫汇幕里面的美轮美换 又或者有很多这些金器、银器去荣耀神 不是,是那个原意 他说到原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重建了这个汇幕 神就可以开始祝福我们 而事实上跟着说的祝福是令人羡慕的 九节跟着的第十四和第十五节就说 我必使我问以色列被老的归回 他们必从修荒废的成一居住 栽种葡萄园渴 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是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 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 拔出来即是耶华里的神说的 我们知道这个地上世上最昂贵的 最有价值的就是地土 当你拥有地土的时候 你其实就等于拥有所有地土 提供给你的财富 无论里面有它的出产 里面有它的矿物 或者它提供一个住所 或者是这些建筑物给你 全部地土就是这个世上的财富 没错了,所以我们看到 原来当我们懂得去重建大卫会幕 在我们教会也好,在我们人生也好 这些祝福就来到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理解 其实大卫会幕是什么 原来大卫会幕就是一种的媒介 让我们拥有 不是学习那么简单 是拥有了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优质 拥有了大卫这个合神心意的技术 就是不单止是那种优质 是那种的技术 它的技术就是什么 其实我想你知道 就是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跟从神的话 第一就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如果神去说 我要完成这一件工作 而当神这么说的话 我们愿意去做 这是第一步的 但是第二步 我们就会慢慢才建立 这个在每一次我们的信仰层面 我们都是这样建立这两个步骤 第一步骤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 伟生纳志在信仰上面 就是如果神说 我要完成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的旨意 然后我们就说 是,我愿意做 这是第一步的 就是我们愿意去做 神所说的 但是你知道第二步 我们才慢慢开始建立到一件事 就是神会一次说的 我们都听到 明白吗 因为经理神的声音 就好像我所说 在大卫身上是很特别的 是与众不同 是很宝贵的 是吧 而大卫就是不单止 神去这样说 他会做 而神每次这样说 他都会听到 而大卫会莫 就是让我们在敬拜债美当中 去放大神的声音 去放大神的指引 因为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原来神的声音 是分两个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呢 是我们很容易去找到的 用它去锻炼 我们去遵行神的指引 OK 就是神的规则了 但是问题呢 第二个就是 神的指引 才是难的 因为神的指引 就不是神的规则 神的规则 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 但是神的指引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个人的指引 我们是要倾听才行的 例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怎会是规则指引 或者你不明白 首先 我们先用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说 譬如你驾车 你驾车的时候呢 你见到路牌说 你只能够驾50kg 这个就是规则了 OK 这个就是 你看到这个 你愿意照不照着 这个50kg的 speed limit 就是说 你不能够超速 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的话 这个就是 成为你的规则 是很容易的 但是什么叫做 原理呢 或者是指引呢 就是这样 就是原来你见到 那个牌 那个牌就说 拿得小心一点 我明白 有些人拿得小心一点的时候 他拿着300kg 扔个弯 他都说自己要小心 明白 就是那个有极大的弹性 有极大的演变 而其实如果真的 拿得小心一点 里面可以有很多细节的 你怎样去转你的弯 怎样去给油 怎样去踩你的brake 怎样转球 是吧 怎样停车法 就是说拿得小心一点 是根本有很大的弹性 而事实上 根本你都不知道 怎样为之 拿得小心 这个就是原理了 明白 原来呢 我想让你知道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规则 这个就是Logos 但是也是 神要我们去跟从 是靠着神的话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里面所出的rema 那个就是属于什么 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神所给的原理了 原来 原则就是原来 当我们愿意去 进行 这些规则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些规则 我们怎么爱慕神的话 我们在这些规则当中 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我们自己和睦同居 我们自己在圣经里面 所教我们 会用的真理 我们都切实执行 我们守这些规则的时候 我们才慢慢能够去 傾听到神的旨意 明白吗? 所以原来在圣经里面 有这两个部分 但是问题呢 原来在规则上面 我们只要阅读圣经 或者听人说就可以了 但原来在原理上面 或者是神的旨意上面 就是借着建立大胃会幕 所以圣经是称的 原理或者义马 就是神的心意 但是大胃就是借着大胃会幕 是第一手 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个人 去知取神 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所以大胃 他自己已经可以说 是不断锻炼到 练习到 用他的人生当中 去触摸到 就是神的心意 是怎样去捕捉的 是怎样的情况下 是放大了神的心意 是使得我们知道 我们要当怎样行 所以大胃就建立了大胃会幕 大胃会幕 就是将大胃 他自己是敬拜赞美的 这些心得 在聚会当中 这些心得 去让这些 这些参与大胃会幕 敬拜赞美的国民 能够有机会 在参与过程当中 知道神的心意 然后去执行 而导致整个国家 都得到祝福 而事实上 末后日子 我们看到 在新的教会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 他们知不知神的知 他知 但他怎样知道神的知 直接听神的声音 直接放大神的声音 原来这个就是大胃会幕 在当时的直着谎言祷告 去建立出来 而实际上 我想给你知道 弟兄姊妹 这个也是我们要懂得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去建立的一个真理 所以由明天开始 我们尝试去研究一下 大胃其实 是藉着什么心意 按着什么步骤 在什么程序当中 去建立了大胃会幕 而这个建立大胃会幕的过程当中 他又学了什么功课 而我相信这个会成为 我们信仰里面的 其中一个无价之宝 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胃堵塔的帐幕 堵住其中的破口 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 重新收造 像古时一样 提醒一样 你真理 我想真理 想奇梦 甚至到 你真理 心里更远 尊边就要真理 尊边就要真理 尊边却尊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